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废柴大叔为您演播的《神医坠序》第77集 让他辛辛苦苦所养的蛊虫白白送死 这可必杀了他还要难受啊 更重要的是 蛊虫与他血脉相连 死得太多 他气血亏空 严重的都有可能瞬间毙命啊 那个江少 我刚才失败就是因为这个人 我的骨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刘古师说着话 小心翼翼地看着江南的脸色 见江南没有盯着他看 而是将目光看向林凡 这才松了口气啊 江南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的老大 他老大可是让他乖乖地听话呀 如果不听话的话 就让他享受万蛊虫 万蛊虫可是极为可怕的 他可是曾经见过 一个人被老大用万蛊虫给活活弄死 他现在心里都已经有阴影了 昏巴 没想到你还有用骨高手啊 我倒是小看你了 他说着话 狠狠地瞪了一眼刘古师 你真是没用的东西 这么点事情都做不好 还要让我大费周章地亲自来一趟 刘古师偷偷地擦了一下冷汗 他虽然跟随江南的时间并不长 却也知道这人的性格心如蛇蝎呀 骂他一句也就证明他没事了 并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老大 一想到老大的手段 他就浑身打颤 江少 你骂我好 我的确是废物 马大师跟在您身边 我可是一直都没有见过他出手啊 一直以大师自居 恐怕实力非同小可吧 不如 不如让马大师出手 那个人有些邪门 克制我的蛊虫 刘古师虽然被骂 却喜笑颜开 在江南面前那是卑躬屈膝呀 江南沉吟了一下 嗯 看来昆巴也是早有准备 既然这样的话 今天就做一个了断吧 他说着话 一转身 对着站在他身后的人道 马大师只管负责对面的那个古师 至于其他的你不用管 昆巴 你今天必死 林凡被这些人认成了古师 他可并不想解释 目光看向了昆巴 昆巴大笑起来 江南 江南哪江南 你不是要我性命吗 不如我们打一个赌如何 你赢了 老子的命给你 但要是我赢了 马上滚出西川 昆巴知道江家的能量 他不能对江南动手 如果动手的话 他绝对会无休止地追杀的 这么打赌的话 昆巴绝对是吃亏的呀 墨爷也来了兴趣 他今天来便就是要解决这个仇怨的 他远在省城 西川的事情鞭长莫及 江南要是报复的话 的确是很难防的 这也是他为什么 一直没有坚持劝赌的原因呢 江南抬起右手 右手上面戴着一个漆黑的皮手套 从外表来看 五指齐全 看来应该是有两根是假的 我明明很有把握 为什么要做出选择呢 江南的脸上戴着嘲讽 他并不傻呀 他可是有足够的资本将昆巴留下 为什么还要做出选择呀 昆巴神色泰然 并没有生气 西川人人都知道 我昆巴手下有四大金刚 知道今天为什么只会有城湖在这里吗 江南忽然想到了什么 眼中带着怒气 你 你玩心的 昆巴笑了 没错 他们三人都在省城 自从你做上江家的化石人的时候 我就怕你会趁机报复 看来我料想得果然没错呀 你都想置我于死地 我就不能反击了 简直就是笑话 江南 你想让我死可以 带着你的家人陪葬吧 江南的肚子都快气炸了 他万万没想到昆巴竟然这么卑鄙呀 墨也转眼看向了昆巴 这些事情都是他不知道的 看来昆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 邀请他过来 不过就是做一个见证而已 当年江南因为家族长辈所迫 这才放下恩怨 现在可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他要是在出尔反尔的话 那么他在省城立足将会异常地艰难 墨也不得不对昆巴另眼相看了 昆巴则不急不缓地说 要不坐下喝一杯茶 慢慢地商量 昆巴江南两个人的角色 此时已经完全地互换了 昆巴不急不缓 江南气急败坏 林凡还是第一次见识到昆巴的手段 不禁暗暗心静 这姜果然是老的辣 原来早就已经算计到了今日今时 江南深吸了一口气 脸色痛苦不堪 两久之后 这才睁开眼睛 眼神之中带着不甘和无奈 我答应你 你说赌什么 昆巴说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身边最强的人 应该是这个马大师吧 那是自然 马大师因为犯了一些事情 被逐出师门 这才让他收为麾下 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这才特意让马大师更来的 昆巴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各出一个人 只要我胜了 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怎么样 江南想都没想 便点头答应 就这么说定了 我就不信 你还能找到比马大师更强的人 昆巴来到林凡面前 林凡啊 我这老头子的身家性命 可就交到你手上了 就算昆巴不说 林凡也能够猜出了一个大概 八爷看来说他帮忙 就是指这件事了 马大师是中年人 浑身肌肉粗壮 这是常年练武的结果 哼 就这个小子 恐怕还不知道爷爷是谁吧 爷爷可是 马大师说这话 忽然想到 当初被逐出师门的时候 已经被告诫过 不许说出自己曾经的师门 这才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话锋一转 爷爷我什么没见过 留古石说你是古石 我不信 你身上没有古的血腥味 来吧 让爷爷我一巴掌拍死你 林凡的眼睛扫了马大师一眼 嘴角带着冷笑 半夜 这个忙我帮定了 昆巴这才松了一口气啊 林凡身份神秘 他知道林凡的身份 但是林凡却并不知道 刚才那一刻 他真的怕林凡拒绝呀 如果拒绝的话 那么他所谋划的这一切 都功亏一篑了 或许 林凡根本就不知道 他实力有多强 马大师向前迈步 迈了几步便停了下来 小娃娃 让爷爷我叫你好好做人 下辈子争取投个好胎 不该管的事情 不要管 马大师刚要动手 就看到林凡动了 身子快速移动 身旁的空气隐约之间 有爆裂的声音传出来 喜欢的话 请点个订阅关注 也请点一个小星星赞一下 感谢你们 再会